好下面我们进入第53讲是服务贸易总协定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框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多边协议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讲服务贸易的四种功能分类 就是说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面有一个服务贸易理事会 它把整个的服务贸易按照功能分为了四大类 所以随便给你写出一个服务贸易 你都要知道它是哪一个功能分类 属于哪一种功能分类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四种功能分类 第一种呢叫跨境服务 第二叫境外消费 第三叫商业存在 第四叫自然人流动 那么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跨境服务 跨境服务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压健康状态对吧 我想找一个健康咨询机构来咨询一下 我不想找国内的 我想到美国找一个健康咨询机构 但由于现在呢到美国去比较麻烦 所以呢我就在网络上面找 找完了以后呢就找到了一家合适的健康咨询机构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各项数据都报给了它 对吧 隔了两个礼拜以后呢 那么美国这个健康咨询机构就给我交付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我的健康咨询报告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叫什么 叫跨境服务 那么跨境服务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服务的提供者 美国这个健康咨询机构 他没有跨境 对吧 我我作为服务的接受者 我也没有跨境吧 什么东西跨境呢 是服务产品本身跨境啊 叫服务产品本身跨境 就是健康咨询报告最后跨境了 对吧 这就是第一种啊 叫跨境服务 第二呢叫境外消费 那么境外消费比较简单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消费者跨境 消费者跨境 你比如说 我拿了一笔钱到美国去留学了 去旅游了 消费者跨境 这是第二种 第三呢是商业存在 比如说 美国花旗银行想在上海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这就是商业存在 它的特点是服务提供者跨境并设立机构 对吧 这是商业存在 那么第四种呢 叫自然人流动 那自然人流动特点是什么 服务提供者跨境 但不设立机构 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我们中国工程队走出去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造了一个铁路高铁啊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叫自然人流动 是服务提供者跨境 但不设立机构 那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这种消费者跨境和自然人流动 这两个长得非常像 都感觉是人在动 对吧 但是它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境外消费什么东西去 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到境外去花钱了 对吧 但是自然人流动呢 是我们自然人到境外去干嘛 去赚钱了 区别非常明显 好 随便给你写出一个小的案例啊 你都要知道它是属于这个服务贸易四种功能分类里面的哪一类 好 我们来做一道题试验一下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了服务贸易的方式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协定规定的服务贸易 A 中国某运动员应聘到美国担任体育教练 是不是 是 是 这属于典型的什么 自然人流动吧 到境外去赚钱了 对吧 所以这个属于 B选项 中国某旅行公司组团到泰国旅游 是不是 这也是消费者跨境吗 对吧 到境外去花钱了 C 加拿大某银行在中国设立分制机构 这属于什么 商业存在吧 服务提供者跨境并设立机构 好 最后 中国政府援助非洲某国一笔资金 这是不是服务贸易四种功能分类里面的一种呢 它就不是了 所以本题让你选不属于的 那你就应该选D选项 选D选项 好 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向下的 服务贸易的四种功能分类 下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其他的考点 就是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对于服务贸易的一个承诺 那这个我们要从服务贸易总协定 它产生的这个背景说起啊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呢 在以前WTO的前身 WTO的前身要知道 它是关贸总协定 就是我们所讲的叫GET 那GET呢 在1995年的时候 就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了 那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它就加了很多其他的协定啊 因为以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它主要是在货物贸易领域 那在这里呢 也加了一个就是服务贸易的 因为这个发达国家呢 它觉得自己的服务贸易状态比较好 所以发达国家呢 一直想要努力 把这个服务贸易呢 纳入多边框架的谈判 而发展中国家呢 就一直担心啊 觉得哎 我这个服务贸易开放了 那会导致我国内的民族服务产业 是不是会破产啊 倒闭啊 所以你看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斗争 那么斗争的结果呢 就是产生了什么呢 这个服务贸易总协定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必须得权衡两大集团的利益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告诉发达国家说 你看 这个服务贸易已经纳入多边框架了 那又得安慰发展中国家吧 说什么 你看 这仅仅只是一个什么啊 勾起来叫框架性的协议啊 就是说服务贸易总协定 本身它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 是否市场准入 是否给予国民待遇 完全取决于什么 各成员的承诺啊 那也就是说 你呢 给外资啊 多大的市场准入 也就是市场开放的程度 允许外资进来的这个程度 对吧 给外资多少国民待遇 是取决于你的承诺 你承诺了就要做到 不承诺就不需要做到 对不对 那有同学就说 那还不简单 我都不承诺 不就完了吗 那如果你都不承诺的话 那人家可能也不会同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入市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讨价还价的过程 就相当于你去到 菜场去买东西 是一样的啊 你比如说 我们中国啊 从副官到入市啊 经历了15年的历程啊 为什么搞了这么长时间呢 那你看 其中有一块就卡在这里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个谈判啊 这个时候发达国家说 把你的门全打开 我们说不行 全打开不行 关上一半吧 发达国家说 关的太少了 再开一点 你看不断的谈 不断的谈 不断的谈 最后呢 在服务贸易领域就产生了 中国入市议定书附件9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贸易承诺 减让表啊 厚厚的一叠呢 是一类一类谈出来的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服务贸易理事会啊 把它分成十几大类 一百多小类 你比如说 金融服务一大类 对吧 金融里面的什么 银行呀 保险呀 这都是小类 然后谈什么呢 就是谈一个是市场准入 一个是国民待遇 那么谈完了以后 就产生了这个 中国入市议定书附件9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 那你这个外资 进来的时候你就要对 我允不允许你进来 我给不给你国民待遇 是吧 那你就要按这个表格当中去对 这叫做正面清单 还是负面清单啊 哎 这就是典型的正面清单吗 允许你进来的 你才能进来 不允许你进来的 就不能进来啊 这就是服务贸易总协定 这里面关于承诺的 第一个考点 那就是服务贸易总协定 它本身是属于框架性协议 但是呢 是否市场准入 是否给予国民待遇 是取决于各成员的承诺 好 再下面 最惠国待遇 是属于一般承诺 这个是必须要进到的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 它也属于世界贸易组织 多边框架下的一个协议 所以它当然也要遵守 最惠国待遇 那具体承诺呢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是市场准入 仅限于列入减让表的部门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世界贸易组织 服务贸易总协定 大家掌握这两块考点就行了 一个呢 就是服务贸易的四种功能分类 还有一个呢 就是WTO成员 关于服务贸易的一个承诺 好 我们服务贸易总协定 就说到这里了